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中外局势 因为为什麽呢?从北京的角度, 现在美国都要向我,就是北京, 向我就是讲我了,为什麽呢? 跟着王毅去了美国之后, 中国的另一个高官何立峰又去了美国, 今次是跟耶伦,美国的财长是要谈两边,经贸、金融等等 与此同时,在香港就举行一个国际金融的高峰会 这次香港是落足力去做的, 因为现在说要继续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色 但是大家现在看到, 外国现在是对中国的金融才开始部署进一步的压迫 所以整个局点拆局很重要的 好了,我不妨又从官方宣传的角度来看 它说美国现在经济又不好, 你看看美国自己本身的明年大选, 现在对中国的强硬硬不起来了, 接着拜登现在估计会在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裡面跟习近平见面 王毅、何立峰去到才做一些事前的准备 接着澳洲总理现在又说来大陆了, 已经去到了,接着大家不断唱好等等 大陆要做这些声势,大家是预期之中的了 如果你再看官方、看香港建制那些传媒, 你不断唱好的, 我觉得我不会唱衰, 但是问题是你要唱好要讲实力的,是吧 好了,如果从这个角度,从对外斗争的角度 习近平常说有底气,底气是要真的,不是讲的 好了,如果你从这个对外斗争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都不怪的,为什麽呢? 你现在常说,中国的特色是越强越强, 你省到,你扔到上胸口,我当然要跟你砌过了, 这是中国的特性来的,从这个角度我不否定的, 你无道理都被人欺负到上面, 不过离开官方的宣传,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实际上的问题了, 今次这个中外的和换是否真正的和换呢? 这个才是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经济不行了, 不过外国经济都不行了, 所以在这段时候,其实是大家互相都要休息的时候, 如果你判断这个时候是外国跪回来求中国, 这个判断是大错得错,告诉你听,是吧? 跟着你说,好,别人又差, 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復兴行不行? 历史上很多的例子, 就是当两个敌对势力撞在一起的时候, 跟着国力之中握手,握手之中的国力这个规律, 大家都明白了,讲实力而已, 跟着大家都吃不到对方, 跟着大家便会缓和一下, 但是缓和一下的时候,意识形态会是怎样的呢? 意识形态之下,任何国家都是的了, 当然是先骗你,你说中国信不信美国现在会对中国有好呢? 美国会不会信中国,就说压了你之后, 大家会和好而错呢?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破裂, 而这个破裂所造成的双方的很深的不好的伤痕, 原来外交比较有伤痕,是受冤。 这一个警惕性在历史上, 国与国之间,大国、大国、小国、小国之间, 这一个前期的破坏很难在后期裡面, 你说一下大家握手就缓和,很难收复的。 你说可以收复,历史上可以收复的条件, 就是其中一方面强都很紧要, 而令到一方,令到弱那方面都要认税了, 而且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 所以眼前两国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 不是说一强一弱,一极强一极弱。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候,即使说放松了, 现在澳洲又来, 耳朵的局势又拖着美国等等,即使是这样, 但我相信中国自己本身的物体算盘, 一定是先休息一下, 看看下一步怎样跟你砌过。 美国同样是上一次80年代, 打算将中国拉入国际经济秩序裡面, 谁知道不成功,从历史上,从国际政治, 你说美国会不会因为你现在那个又缓和了, 中国经济不好了,又愿意跟美国谈, 这样来改变了固有个意识形态呢? 所以大家从一些历史、现实去分析, 你已经知道的, 大家的互信已经是比上一次, 即是你砰一箱杀出来。 我说中国崛起,我完全不反对, 但是你要在适当时候做适当的事, 你过去那个崛起, 是未有足够的势力之下崛起, 而令到西方世界, 一个在控制世界的人,突然间是被一个力量挑战, 这个历史上经常有, 但是你上升国去要取代以至赢了强国, 你要有很足够很长期的实力和部署, 现在你动醒了人, 这个拿破仑当时他被捉了之后, 他都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千万不要控制那只躺着的狮子, 他有他的解读, 不过有些人解读就说他看到东方世界中国兴起了, 其实这个是怎样弄得起来呢? 我不知道拿破仑当时后来怎样弄得起来, 不讲太远就讲回眼前, 正因为你已经触碰了别人的警觉, 而别人仍然在强势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怎样握手怎样缓和, 你自己可以不断吹嘘, 就说别人邀请我,我才认约, 老实说这些小孩已经听到, 已经都觉得是不是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 还继续讲一件事, 就是现在大家都不信谁, 反而连自己人都信不信呢? 忽然间又讲到这个什麽? 大家如果留意, 就是说中国的纪检监察, 一个网站,总之它有个Message出来, 大家知道中纪委发这个文章, 忽然间最近有一篇文章是讲到外交系统的, 外交系统最近出事的就是秦刚, 秦刚究竟犯什麽事, 当然是不会讲的,是国家机密来的, 不过从这篇文章里面, 它是专门讲外交系统里面的毛病, 大家就可以间接辐射到是不是秦刚出事的原因。 好了,看看那篇文章怎麽讲了, 它就说外交系统被渗透的风险极高, 包括了什麽?它们会洩物价,还有很少用的一个字, 又有出来拆反,即是被人拆反, 大陆去拆反人,或者人家拆反大陆的人, 历来中外股金都是这样的, 大陆既去拆反人,又防人拆反人, 现在突然间在秦刚出事之后, 出一篇这样的文章,是要防止涉物,防止拆反, 还讲到很细致,讲到什麽? 八小时以外,什麽叫八小时? 即是八小时是工作,你工作你要对外接触, 他们有很多规矩的,之前要请示, 接着要汇报,大家要通气, 甚至受某些工作是要两个人一起, 或者多个一个人进行的, 它防止你在外面,八小时的时间之内, 你做了,好了, 接着还有八小时外的纪律, 这些外交界的全部都不是秘密来的, 它现在就说有些外交人员, 就是八小时以外, 纪律不严,即是律己亦都不严, 接着以外谋私, 这裡出现了秦刚出事, 背后很多原因,这些不需要讲, 大家可能在网上很多都看到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马上想起, 美国刚刚有些议员的动议, 要制裁香港司法系统的人员, 港府自然是大力反对建制, 组织起来又去美国总领馆, 或者即是向他们, 或者其他方面抗议, 美国控制影响中国司法系统, 这个不是司法独立精神, 那麽便射他, 我都说照看, 你说孤立这些理据来讲, 对不对呢?又对的, 问题是你的程度去到哪里, 你说中国有没有影响司法系统呢? 这些你自己判断了, 好了,我要讲的问题是, 北京现在很怕策反, 如果美国制裁的人员过去政界, 你以为美国制裁,你计算而已, 你说我民族大义,我不怕你制裁, 或者你计算,你制裁我, 我的钱都不在美国, 我的子女都不在美国, 回来,你每个人计算而已, 好了,过去美国很少制裁司法界的人士, 除非你执法那些, 好了,突然间这个消息出来, 为什麽过去特区政府也好, 那个反弹没有这次那麽劲的呢? 大家看看,是组织建制的, 过去特区政府是反这件建制, 立法会裡面讲几句了, 好了,跟着有人提醒我,就是怎样呢? 如果这个制裁, 或者,我首先要讲, 我都相信香港司法界的人士, 包括法官,他们很秉公办理, 因为我去採访的时候,我都接触了, 其中有一部份, 他是相信现在自己在做的事情的, 他觉得我现在都是按法律, 不过首先,法律是他没得改的, 他说我執法精神是按法律, 那法律如果是扭曲了呢?那怎样呢? 总之是很顺, 还有他们也认为是要稳定的, 这批人士,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这批人士裡面觉得自己, 或者说服自己是秉公办理的, 我完全不怀疑的, 又不要说我影响司法公正, 我只不过是说,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港府的反映其实说明一件事, 就是高一层,不是司法系统, 但是它可以影响或监察司法系统, 那批人士多数是从政治角度考虑, 你说他们本身会不会担心这个制裁之下, 会有带来其他政治影响呢? 包括很简单, 现在外国不断讲, 香港的司法制度, 你必须行普通法, 但是有些已经是变形了, 讲明是外国的舆论来的, 会不会影响香港所谓普通法的认受性呢? 跟着香港不断讲要做国际仲裁中心, 越是连司法制裁都比美国成功去制裁, 或者列入制裁名单的话, 这样香港要继续发挥国际仲裁中心各方面的作用, 就被人敲了棍来打折扣, 从利益关系一定是这样想的。 另外一个,司法人员在未被制裁之前, 未联想到其他东西, 亲属会不会去美国等等, 我这个只是反映更高层的一些顾虑, 你说他没有这个顾虑, 很简单,你按常理来想,也有啦, 不然怎样会秦刚出市搞一篇这样的拆反文章呢? 所以他现在安排这些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从他的角度是对的,为什麽呢? 因为他当然是想着你这些认同, 认同那时候认同严刑进法, 或者是按检控方提供的证据, 然后控辨双方走过的程序, 是吧? 但是假如是更高层开始, 或者他以前是想这些就可以了, 如果他现在那种狐疑症、担心、 扩大到, 如果这一类的来讲, 那需不需要重新再去检视一下, 可能被制裁的人, 各种与美国在境外有关, 所谓的境外是指美国境外, 因为美国的制裁就说你在外国, 如果用美国户口等等, 美国同样制裁的, 所以这些就去到实力的部分了, 是吧? 我很强调司法人员, 我都会这一刻为止, 我都相信他们是司法公职的,是吧? 那你政治人物,没理由讲政治公正的, 北京都要求政治不公正, 只要求政治倾向北京而已,是吧?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接着大家就开始去想, 中外现在的缓和是否真正的缓和呢? 好了,大家讲实力,再看看经济实力, 今年7至9月有一季度了, 那个数据值得看了, 你说中国不断讲好东西好东西, 但是有一个数据要注意的, 是第一次出现的, 就是外资直接投入, 你说有工厂,或者有硬件, 那个数字呢? 7至9月的数字裡面, 是首次第一次低过撤资的数字, 即是撤资,大家也知道是快的了, 即是明显,不要说快,是明显的, 现在投入的钱还低过撤资, 即是来的人越来越少了, 同时这个数据是第一次, 是低于1989年以来的外资投入, 是第一次出现下降的, 大家看,几年疫情裡面, 这边没有下降,或者上升少少了, 这个是指总体的,不是指强弱, 不是指强国撤走, 其他中等国家进来不是, 我是指一个总数而已,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辐射到刚才讲的问题, 究竟现在是中外双方都买硬, 开始双方都买力口口气, 而进行下一步的部署, 我相信中国是这样, 美国都是这样想的,是吧? 而碰巧双方的实力都下降, 这样去解读现在这个情况, 就更加是贴近真实了,是吧? 澳洲总理来,澳洲是七年来, 应该如果没有记录,七年是第一个总理再来, 而他来的时候说跟中国, 他在上海进博会,做了鬼那么好,是吧? 但是他来之前,首先来到美国的, 这个做法就像新加坡那样, 他是先跟他要倚靠, 或者真正比较靠近的国家,先谈了, 然后他去做什麽的时候, 跟真正的伙伴交底线, 澳洲现在是四眼联盟的, 军事上面还有一个AUKUS, 跟美国、英国、新西兰等等, 都在一起,日本等等,是吧? 所以未来怎样呢?我都说, 遇到强敌是可以强的, 但是要讲实力、讲时机、讲策略,是吧? 而从民间角度来讲,遇到强敌, 更加要掌握护借东风,进退有道,是吧? 这是第二个话题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了,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